GNVSAMI 2024 好 大家好 GNVSAMI 2024已經開始了 然後我們 我是議程組的Yellow Soul 那因為這邊有很多新朋友 所以我大...為什麼一直跳 咦?等我一下喔 好 沒有跳 那因為有很多新朋友 所以我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GNVSAMI在幹什麼呢? SAMI就是由平時政府社群所舉辦的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 大概每兩年會一次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上一次停辦 那這一次呢 會在5月4號就是 Made a false view with you的那一天 那地點一樣在中央頁 但不是在這裡 在後面的活動中心 好 那我們今天要幹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Cover paper已經開始了 所以大家可以歡迎來投稿 或者推薦大家 其他人 你認識的人 你合作過的人來投稿 那我們投稿的主題呢 有5項 就是上面這5項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看得很懂 但是你可以看下面的這一堆tag 那這些tag呢 只要你有興趣的 發現你的想要投的議題 你說過的專案跟這些有興趣 有關聯的 你都可以來投稿 那如果你需要投稿的話呢 請掃旁邊的QR code 如果QR code沒辦法掃的話 上面有連結 summit2024.g0v.tw 那最重要的是呢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放輕鬆的專案 那如果你投稿有困難 你不知道適不適合投稿 或者是你對投稿有建議 都可以來找我 然後參加我們的專案 然後我們會手把手的帶你投一支稿 然後好好的告訴你說 哪邊可能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幫你解決任何的問題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這QR code配合的過程呢 是一個release early release fast的狀態 所以它還有很多很多的部分需要更新 譬如說我們中英文網站呢 它的內容是需要持續更新的 那最重要的是呢 目前QR code配合只有一個人投 所以我們還不確定有沒有BUG 會不會遇到其他有沒有需要填的問題 但是沒辦法填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我們目前還缺一個投稿指南 那如果你的文件撰寫能力很好 或者是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來幫我們修補 為什麼又跳了呢 好 等一下喔 好 那你都可以來幫我們 給我們各種的建議 或者是開PR給我們 那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就是來催稿的 請大家記得 如果你有適合的議題 請趕快投稿 距離解稿還有60天左右的時間 再來是我們議程組需要招募一些貢獻者 目前呢我們的目標是把公車指數再拉高一點 就是中英文翻譯呢 我們希望從原本的兩位拉高到六位以上 那議程組的部分呢 目前包含議程委員會的需求 要滿足他們 然後受訊軌的聯絡 還有三米的跟其他工作組的協作方面 基本上都只有兩個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只有我在這裡 因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人呢 他現在在其他地方工作 好 那另外是我們的三米的議程組的 在五月四號跟五月五號當天的議程組裡 大概會需要到十二位的夥伴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在五月四號跟五月五號當天 貢獻出來的 歡迎來參加議程組 那你要跳空的話 請到三米2024 等我一下 三米2024 program的頻道上面留言說 你想要幫忙哪一個項目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交給東 嗨大家我是設計組的東 那賞運設計組目前在做的就是在進行主視覺 那我們主視覺目前在 就是投稿徵集 那這一次經過我們的討論 我們希望有三個元素 那第一個就是 有關於水的元素 那會有水的元素是因為 我們討論到這些開源社群的 某些的部分很像是水的元素型態 那第二個是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主視覺可以引起大家的好奇 那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這樣 那第三個是 因為我們 小米的參加其實是有很多議題 然後並且是很多元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我們主視覺是有一些 含農學多元的元素在裡面 那如果要投稿的話可以透過QR Code 掃描到 這個共筆裡面去做投稿 並且分享你的 分享你的創作理念 好 喔 好 OK 那 就是很歡迎大家來加入我們的籌備小組 那這邊我們各個頻道的名稱 那如果你對什麼部分有興趣就可以加入他的 他的 他的群組 那如果你對 坑道口就是說 大家都在裡面啦 就是 不是全 那 那個目前有在運作就是 議程組 然後宣傳組 那宣傳組下面有分成四個小組 就包括社群媒體設計跟網站 OK 那我們在 等一下喔 好 好 那最後感謝大家的聆聽 那我們所有的共筆都在這個QR Code當中 那或是你可以搜尋 巨靈區小蜜 還有MD 資料都在裡面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三密工作的小組 那接下來是 MD